今天就是帶大家看一下我舊屋的room tour 因為其實大家在我之前的影片都會看到我簽了新屋的藥 所以在我賣完的傢俬之前和搬家之前 我也想讓大家簡略地看一下我的舊屋是長得怎樣的 現在上去 韓國的家裏都有感應器 所以都不熟悉 是會走過來才開燈 但我經常都失靈 因為我快要搬到了 所以大家也會看到有人給我照片 好 可以 歡迎 我應該要去開燈 一進來就有幾箱 因為我快要搬 很傷我爸爸媽媽在香港寄回來給我的東西 就不會拆住了 之後進來就會看到這些電器也是建立了 因為在韓國就叫做full option 而我這些月租來說基本上都是包賣的 之後我覺得這裡很好的 是它的廚房是非常夠用的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的話是很夠用的 你看到全部都是貴的 廚物空間是非常充足的 那這裡還有一個是房學環保 很流行的一個擺電飯煲的位置 因為我不煮飯 所以就會放一些我再更常的東西 那這個暗面桌 其實我覺得它真的很好 這個是我這麼多個朋友看到 我家都是最羨慕的地方 因為他們都會煮飯 因為他們都不是自己人煮的 我自己一個人就會覺得浪費了這個桌子 這個設計真的非常好 之後來到客廳就會有我的書 然後電視櫃 然後大概有沙發 你知道韓國人基本上都是坐地下多的 所以我也會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糟糕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餐桌 餐桌 坐地 寫桌 坐地下 吃飯或是工作 就會打開這張桌子 然後這個是坐地下 然後還有這個 這邊的地方就是在睡房 有一個梳妝桌 這張鏡子我本來沒有遮住 因為這位開機的朋友跟我講 這張鏡子對著的床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遮住它 但是它有化妝品 垃圾的東西都在裡面 化妝品之後再介紹 這間屋的第二個優點 就是把我整間屋分開了兩邊的 就是這個一排的衣櫃 它的儲物空間也是非常充足 把我的男生東西放上去 衣服、袋、什麼都放上去 這張床是雙人床 是 queen size 又可以存在 還有我的空間 原來是coast toy 不知道是什麼 這隻狗 大概就是這樣 說到這間屋有什麼缺點 就是窗 其實它的採光度是非常充足 不過一打開就在旁邊 所以我很少會打開窗 打開就只有一條垃圾 而且經常都有昆蟲 因為我住在四樓 那一打開就會有很多昆蟲飛進來 那我就盡量都不會打開 給大家看一下 一打開就是旁邊的公司 一支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窗也是 一打開就會是其他公司 所以其實平日就會一打開就看到旁邊的人在做事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不好 所以我的朋友都很擔心我的安全 就會說不如你掛一些男人的底褲吧 我以為放在房子裡 就被人覺得你不是自己一個女生住 那之後其實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也沒有 樓下住了兩個怪人 那這個可能 這部份之後再分享 這個也是我要搬家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謝謝 他在...我想30分鐘之內就幫我... 把行李全部搬下來 這位叔叔超級快手 好聰明 終於都搬了東西了 我的所有的物品 由舊屋來到我這裡新屋 加上中間有些塞車 加上搬東西 所以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就搬完了 現在是11點半 這麼多的東西 還要加上清潔 我想我今天就是這樣過 韓國半粒 怎麼少得炸醬麵呢 好像碰了很多 應該都吃不完 現在要找一個位置 看看我怎樣吃 好像有點難度 我決定在箱上這樣吃 免得開張桌 而且由於它一次外賣最少要喊17000W 所以迫於無奈要喊這麼多東西 這個是辣辣的雞 這個是糖醋肉 這個是炸醬麵 這個拌下去 我由早上到現在 三點多都沒吃 先吃飯吧 還有四點 有三人的工作 在十分之二人 是出了四人公司 有很幸運的人 針對譯 無心理 但是也是 18歲 我手不住了 如果那我們是 可以坐在一天 可以坐在眼睛 我睡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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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